这些小小来看到是在台北市承德路二段的一间木造平房 今天凌晨三点半的时候突然起火燃烧 消防局接获了报案之后 出动了大批人员前往救援 火势延烧了将近一个小时 索性是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 猛烈的火蛇不断散出 消防人员拉起水线迅速冲入火场 支援的消防车辆陆续抵达 消防局持续派人增援 不过火势越来越大 将近一千坪的平房全部陷入火海 现场还不断传出爆炸声响 这起火警是发生在23号凌晨三点半左右 为在承德路二段的木造平房突然窜出火蛇 由于房屋建材属易染材料 大火不断延烧 索性平房内没有住人 而附近的居民看到熊熊大火后 也猖狂逃出 消防人员经过一个多小时后 才扑灭火势 索性这起火警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详细的起火原因 火场剑士小组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专注女龙生理日子台北采访报道